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就让惠敏博士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refinance重新贷款屋主自住屋的部分 好我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目前的贷款策略 我认为是你不要想着明天怎么样 我们永远把握今天 因为你要想会不会突然降 降到很低的水平 我就等着 不能等 因为我们都是no point no cost的贷款 就是真正的手上不用花出一毛钱的贷款 先保住利息再说 如果利息再接着降 我们再接着做 就这么简单 你就记住 这个贷款市场上永远有一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 替你们把握市场 然后替你们把握住最低的利息 如此而已 好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屋主自住的房子的refinance no point no cost的情况 我们先讲一下低于41万7的贷款 这叫confirming loan 小额贷款 对了 小额贷款它有fix的loan和arm的loan 所谓fix就是比如说30年固定 就是30年固定 30年付清 然后15年固定就15年固定 15年付清 fixloan我们有30年固定 20年固定15年固定和10年固定 30年固定我们现在最理想比较容易做到的是3.875 no point no fee的情况 20年固定20年付清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3.75 no point no fee 然后15年固定15年付清 现在我有lander能做到3.0 当然如果你要说我非要做2.875可能不可能 也许可能但是比较tricky 就天下只有一家lander就天下比较最我老说的最刁钻的lander 这家lander的要求特别高 没有一点点他好多比如说rental property的income不到两年 他不能算再加上你房子就一点点加建 哪怕你买这个房子买了以后50年前人加建了一个小厨房 加建了一个小小小的一个bathroom或者加建了一个小的商店 没有permit他会找麻烦 他坚决会找你麻烦 还有呢他还有一个就condo他坚决不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要再说我听到过有2.875的利率 当然这种利率你要就要量身打造一下了 而且再不是总是可以拿到的 10年固定1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做到2.875是no point enough 但是10年固定10年付清 monthly payment太高了 不是很多人愿意做的 你不要以为41万7的贷款 你说有10年固定10年付清 我的payment多少将近4000块了 然后15年固定虽然是3.08 他的payment才不到就才不到3000块 就怎么如此而已 Tone one arm我们还有arm的贷款 有Tone one arm Same one arm和Five one arm 所谓arm贷款就是30年term 就是30年之内必须付清 但是前10年利息固定了 或者前7年利息固定了 或者前5年利息固定了 所以后面那个one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过了这个10年以后 如果我不refinance的话 我还有余额的话 就每年变一次 它怎么变呢 根据一个margin 所谓的2.25的margin 加上one year的Libro index 这个index是 就看看当年的index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index就非常低 对啊很低啊 对啊 那你真是过去啊 我昨天还来了一个客人 好高兴的跟我讲 他说你真是太帮我忙了 他说我6年前来找你的时候 那时候我贷款的时候 我那几个rental property 想做你说underwater 你还安慰我千万不要做 因为呢 他说你一旦到期了以后 反而更低 因为加上index margin 我说因为我懂啊 所以他昨天来买另外一个房子的时候 好高兴的太太都拥抱我 他买到了 对 然后他这6年以来 他的rental property的利息 都固定在3.0以下 基本上在这样子 然后前两天 哎呦那个lender一着急 就干脆在最低的时候 干脆就说 哎呀我干脆送你一个 就反正你现在差不多快under 差不多了 我们有个特殊的program 给你一个30年固定 所以到现在简单是开心的 可以好好的睡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那个tone one arm 我们现在最低的利息 可以做到3.5 是no point no fee的 7 one arm呢 我不是特别提倡 因为这个利息跟30年固定 只差0.25 3.25 如果你真的想做7年的话 你还不是做5年的 5年2.75 所以你要是说 我是5年和7年和10年 到底做哪个 5年或者10年都还不错 当然你说30年好不好 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些贷款项目 你不管做什么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我的推荐是 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 就觉得我在5年之内 可能就会退休了 而且不太可能会换房子的人 我觉得你就做个fixed loan 比较放心 如果对年纪很轻的来说 你说我才30岁 哎我现在就买个房子 这可能做30年吗 而且又是个小condo 我很可能会换掉 而且有了老婆孩子以后 又换掉了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可能可以take advantage 下这个比较低的利息 觉得有道理吗 有道理 Super confirming 是41万7到62万5之间的loan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program 30年固定 我们最低现在可以拿到4.125 如果是在某一个点上 也许可以拿到4.0 但是我比较保守的来说 4.125应该是手到 勤来可以帮你拿得到的 现在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利率 可以拿到3.875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我的lander可以拿到3.25 都是no point no fee Tone one arm 这个贷款 我们可以做到3.625 三万arm不好 我真的是不太提倡 跟10年只差0.125 不是3.5才能做 如果你真的是想做7年 你还不是做5年 5年3.0 甚至2.875 都可以no point no fee做下来 好 明白了 现在来看真正的大额的贷款了 对 就是62万5到200万之间的 当然所谓的200万 我们可以放宽到300万 如果你的信用特别好 再加上loan to value很低的话 我们可以放宽到300万利息 你看这个利息 我反而就觉得 哎呦 这个30年的固定的利息 实在是太友好了 这个利息现在4.125 就可以做 你看跟super conforming的30年 是一模一样的利息 你注意到了没有 你看本来都差了1.25 这个居然4.125 而且我特别倾向于让这个super jumbo 弄的人做30年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太喜欢它的rate了 就在几年以前 30年固定 super conforming都降到4.0以下的时候 当时因为经济实在是还很糟糕 别人看不到希望 super jumbo 我应该是lender自己的loan 他自己出钱搞的loan 不是说finey may freddy mac买的loan 所以它的利息 居然跟super conforming之间 30年固定差一个百分点 你4.0他最少要5.0 甚至到5.25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你没有必要去做30年 后来我发现 客人反而从来不早找我要30年 主要原因是 这些大额贷款的人 好多人都是 他其实空前 他手上反而是非常有钱的人 他怎么呢 他这个房子买大房子 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期 他小房子甚至很快就可以pay off 或者把小房子要卖掉了 或者手上一大笔股票 或者外面有一大堆意外之财 总是能发财的 所以他们反而不愿意做30年 但是现在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你不随着几种人 就想这个房子就是 哎呀我太满意了 我要以后 也不可能有什么意外之财 也不可能把这些小房子卖掉 如果我就倦意你 真的是做30年 考虑30年固定 对了这个30年固定利率实在是真低 比当年Super Confirming最低的时候 他都低 4.125n point of fee 有道理 我看到你说Super Confirming 跟Super Jumbo的30年固定是一样的 怪不得有人说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 Super Confirming或Jumbo 都是混而为一了 是不是这样讲 讲的有道理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就说你看 我为什么专门提倡这个30年 因为他这个program 30年固定居然跟 跟这个Super Confirming利息一模一样 所以做30年的人 我觉得你只要是信用 就是放了25%的当的话 然后信用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做个30年固定 好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payment实在太高 利息虽然低 3.625 但是做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做了这么多年贷款 做的人都非常的少 然后Tone Arm 现在便宜也可以占 但占的希望并不大 应该只有3.875的利息 跟Super Jumbo只差0.25 就Super Jumbo的30年和15年 跟10年只差0.25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你便宜不一定要占 然后7年是3.625 所以你再想想 还有5年 当然5年可以拿到3.125 然后还有3年 3年是2.875 还有3年的 对了 OK 好 我们现在已经时间不够讲 investment property了 要暂时再度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就会介绍投资物业的各种program 还有它的相关的利息 马上回来